他們抓你進去之後 他們想得到什麼東西呢? 其實我對這個群體是一無所知 不能完全意義 就是知之甚少 知之甚少 他從我這兒也得不到任何的所謂要求這些情報 沒有什麼線索 他們最後就要求我認罪 抓錯了也認罪 實際上就是抓錯了也認罪 對 因為他們也知道我沒罪 我也知道我自己沒罪 他們就要求認罪 後來我就是不認罪 這樣來他們審了我二十天 從我這兒什麼也審不到 最後就給我用刑 用刑的結果也給我造成那種刑罰 我現在想起來不是一個常人 一個肉屈所能經受的 最起碼我那時候經受不了 我將來經受不了 我不好說 但那時候我絕對經受不了 最後也給我身體造成一個傷害 我本來我進去的時候沒有小樣善器 我出來的時候弄出一個小樣善器來 受的很多罪啊 我其中有一罪 最後跟你說一下 我進去的時候我是中度脂肪肝 我去大興看守所 我轉到37天 我轉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時候 我中度脂肪肝沒了 這個很合理把我治好了 37天就治好了 他在裡面給你這個 給你惡行 不讓你好好吃東西 不讓你好好睡覺 連折騰把我支出脂肪肝 折騰沒了 後來又給我關到死囚牢裡待了六個一天 使我現在 之所以我這麼勇敢 可能跟我在死囚牢裡待的原因沒有關係 死個一回了 幾乎死個一回了 死囚牢裡待的六個一天 我看淡生死 總覺得我這個余文生 過去的余文生已經死了 現在活著的是誰 我不知道 也許現在就是另外一個人 利用余文生的屈可而已 老我這種心理 我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反正是我看淡生死 完全不知道 不怕死 因為近距離接觸死亡 我在死囚牢裡的時候 經常看著已經處決那些名單 剛進去的時候沒有別的東西 用的都是死囚用過的東西 可是你必須要用 跟死囚可能即將死去的人在一起吃飯 一起幹活什麼之類的 可以說那種現在回想起來 心理上產生很多很多的憤恨 這個我記得當年他們搞六四這批人的時候 剛開始是把這班人抓在一個賓館裡頭 一個無名的賓館 然後如果你不配合 他們就給你製造恐懼 就把你打到拘留所去 讓你跟那些殺人犯 強奸犯 盜竊犯關在一起 作為一種懲罰 那這就是相對輕的一種懲罰 那麼從現在來看 對你的懲罰 當然你的罪不到死囚的這個死刑這一地步 他把你關到死囚的一起 實際上就是在酷刑之外的 對你的另外一種恐 對你的另外一種恐怖 應該是這樣一個意思 對不對 對 一個精神虐待或精神酷刑 因為我剛進去的時候 進到那個死囚牢的時候 那個牢頭就是那個 我們講的頭板也是犯人 看死囚的犯人 因為死囚要有一些女絕犯去看著死囚 他一看我進來的時候沒帶手銬腳料 進到那個看著 因為那個死囚都帶著手銬腳料來那一塊兒 他一說我就告訴我 你是政治犯 你知道我政治犯 他說我跟你講 來這兒政治犯 他所見的政治犯沒有不屈服的 他在這裡待了八年了 他說沒有見到政治犯不屈服的 只要進了死囚牢都屈服 所以他們說我 是 我當時也屈服了 三書 什麼認罪書 毀過書 保證書 我都寫了 可是那時候他們問我怎麼進入圈子 我都搞不太明白我進了什麼圈子了 進了什麼圈子 對 什麼圈子都不知道 你是稀里糊涂進來了 我都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認罪 我為什麼要寫保證書 為什麼要退出這圈子 我到進哪個圈子裡我要退出去 我進入哪個社團我都不知道 搞不明白 所以他還有必要退出去 我說這個鬧得我是很辛苦 但是當局一直想折騰 為什麼原因後來我搞不明白了 因為他們當時一直夠量血壓 量血壓測心跳 我血壓一直100、120 心跳一直正常 他們實在為我心理上沒有屈服 他們曾經說我心理素質很好 他們預生水平提高了 就能量血壓 對 後來我明白了 他們認為我沒有屈服 心理上沒有屈服 所以他們心裡很鬱悶 他們曾經把我放出來的時候跟我妻子說 這個余溫生就表面上就服了 實際上他跟我說余溫生沒有服 後來他們說為什麼說我沒有服 後來我才明白 因為我血壓和心跳正常 因為這樣一來政府我心理上不害怕 可能是我的心理素質可能超好一點 嗯嗯 嗯